她以前饰演刁蛮公主里的司徒静,活泼聪明又心地善良,陪伴走过无聊的暑假,因为这个角色,让身为韩国演员的张纳拉红遍中国。 张纳拉更是把工作中心放在了中国,也把自己的父母接到了中国。 2004年,韩国直接让张纳拉当上中国宣传大使。 在一次韩国的谈话节目中,张纳拉说,每次制作费紧张就会到中国演出,无疑是一记响亮的耳光把中国的粉丝抽醒了。 更有中国粉丝建议她回韩国,因此张纳拉渐渐退出了中国人的视线。 意识到事态严重,张纳拉在北京的经纪公司出面道歉澄清,解释是按照娱乐节目的要求来回答的,并没有对中国有一丝不敬的意思。 她父亲也出来道歉,前后用中文四次说道,都是我的罪,更表示张纳拉来中国发展是她的主意,今天她造成的一切错误都是我的错,请大家不要再怪她了。 虽然做出了解释,但是并没有得到大家的谅解,无奈在中国待不下去,只能回到韩国,回国后也得不到国人的原谅。 渐渐的活泼开朗的她变得抑郁,最终患上了抑郁症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距今已经七年了,张纳拉也重新了她的事业,35岁的她依然甜美可人,在新作命中注定我爱你和MacBag可再次回到人们的事业中,所以东西可以乱吃,话不能乱说呢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